接着依旧来关心一条来自奥克兰地区的资讯 周一奥克兰地区第二届环境年度报告在线发布 奥克兰市民可以找出自己所在地区与周围地区的不足 相关的报告提供奥克兰的水道海岸线空气土地的最新报告信息 以及奥克兰的人口结构和奥克兰地区生活质量的排名情况 相关报告可以在奥克兰市政府网站上查询 奥克兰委员会研究调查和监测经理格雷格霍兰说 这一报告可以成为人们了解奥克兰社会经济现状的一个窗口 同时也有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 霍兰先生说随着奥克兰地区的人口和经济的增长 环境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幸运的是环境管理的质量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 奥克兰市政府已经能够应用更好的知识和创新技术来满足这些挑战 据报道奥克兰市议会正致力于维护和改善奥克兰的环境状况 提高公众意识 此外奥克兰市议会支持更多的社区活动 同时也将提供房屋翻新与保暖资金 另外也可以帮助家庭改善供热源 以减少空气排放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除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求你 就得了好 我们本来都可以做好